借谈相依 平民视角 美国热搜 让你听到美国人民的声音 Hello everyone 我是对对天天 有网友评论道 要想关注 封城后上海正在发生什么 在社交媒体异常发达的今天 仍然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 还看到网友评论道 上海的这次疫情爆发 最后总要分解到 每个家庭乃至每一个人身上 去消解与承受 这就是为什么 在关注上海封城的时候 美国热搜会选择一些 生活在上海的 当事人的推特日记 那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许基金的 上海封城日记 让我们先来看看 他的推特简介 居住在上海的诗人兼艺术家 作品有 默氏仍然有歌声 在我们开始看他的推特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 他分享的一个声明 声明 由于官方媒体 仍在报道上海一切正常 我在这里收集的故事 都是一时 或者是微信和微博上 分享的故事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去核实他们 但不能事事核查一切 4月12日 许基金的推文写道 现在是凌晨3点 我要去睡觉了 现实一天比一天荒谬 事情发生的太快了 我无法记录和处理 事情被抹去的太快了 因此 在接下来的封城时间里 我想收集和分享一些 来自上海的新闻 每天一次 他的推文接着说 上海全是封锁日第13 我的社区封禁第26天 尽管上海封城了近两周 但新增病例 还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4万例 处于隔离中的市民 为什么持续检测出这么多的阳性呢 上海每日更新2号时间线 第一个更新 上海现在分成了三个区 通过这个微小形象的比较 就可以理解 凤控区的管理力度 相当于宠物店 管控区相当于动物院 防范区相当于野生动物园 今天我所在的社区 终于被宣布为管控区 理论上来说 这一位置我们可以在外面散步 尽管没有商店开门 然而我的社区 因为仍然有一个管控区的标签 实际值行起来和封控区差不多 与此同时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尤其是食品价格 例如缓刮过去的价格是5元一公斤 0.79美元 现在是40元一公斤 6.28美元 100元约合16美元 只能买到这么多蔬菜 然后他就分享了一张图片 上面写着青椒 白菜 生菜 萝卜 和土豆 最抢手的商品 可口可乐 一罐可乐等于3个蔬菜 5个鸡蛋 2个电池 5卷卫生纸 但请注意 只有可口可乐 百诗可乐 啥也换不到 与竞争对手不同 京东声称拥有自己的物流系统 他们在4月9日 直播了自己的产品 数百万用户通过这款应用 订购了食物 这款应用 承诺在一到两天内送货 很多人吃着剩下的口粮 以为会有更多的食物来 对于大多数订单 京东每天都说 发货日期将推迟到两天后 直到现在说 4月22日快递会到 许多人猜测 京东目前没有能力 确保及时送货 但仍在接受订单 只是为了维持现金流 然而 京东的送货工人 正在遭受痛苦 他们整天加班 加地点 把眼屋的包裹送出去 他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在仓库里吃饭睡觉 让他就分享了这张图片 更新五 一场鼓舞士气的电视晚会 遭到强烈抗议 上海市政府 在外滩搭建了一个实体舞台 直播了一场名为 集体之心 守护上海的鼓舞士气的晚会 参加演出的包括 徐多受欢迎的名人 然后徐晶晶就分享了一张 他们搭建舞台的图片 如今 人们不再害怕新外肺炎 而是害怕被送往方舱医院 那里的条件非常糟糕 今天下雨 临时病难所都在漏水 他们开玩笑说 私人领域 然后徐晶晶就分享了一张 视频的截图 徐晶晶的推文接着说 虽然一些方舱医院的 生活条件很差 但其他体育场改建的方舱医院 似乎享受到了更多的自由 微信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病人们打鱼猫球 和慢跑 而又能看到一个 徐晶晶分享的视频截图 徐晶晶的推文接着说 上海封城第14天 我们社区封禁的第27天 上海的总体气氛紧张 充满焦虑 我们不停地刷新微信的新闻提要 转发许多呼救生 这些呼救生 不可避免地被删除了 2480万人 只能自寻火路 政府热险不起作用 救护车需要几天的时间 才能到达 几乎没有任何口粮到达 街道上的垃圾正在腐烂 没有药品可以买到 即使死者也必须获得社区通行证 才能把尸体运出家门 而且仍然看不到解说的迹象 最重要的是没有答案 也没有官方给出为什么封城仍在进行的原因 官方社区通告 如你的检测呈阳性 并拒绝去临时医院 你将永远拥有红色健康码 然后许基金就分享了这张图片 4月13日 一段电话录音在微信网上疯传 一位老人向他所在地区的社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他所在的地区 离我的公寓只有几条街 这位老人患有慢性病 已经没有食物了 这名志愿者回答说 他已经向上级报告了 这位老人的情况好几天了 但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他无能为力 他也没有资源 随着通话的继续 这位接电话的志愿者也变得越来越绝望 当老人说 为什么我们的上海会变成这个样子 志愿者崩溃了 他感到非常无助 他真的很想帮忙 他告诉老人 你只会看到一个人的糟糕情况 我每天会目睹 近一百起像你这样的情况的人 但我也无能为力 我上报了 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我也不知道 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不明白 现在这位老人反过来安慰他说 我真的理解你 他回答说 我们会挺过去的 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就像所有其他被删除的贴子一样 其中许多贴子的浏览量超过十万 评论区是网民自己的公共广场 许基金的推文接着说 许多人分享了在封锁期间死亡的人的故事 所有这些都是由于无法进入医院或救护车 因为有一条愚蠢的政策 急诊室要求24个小时核酸阳性测试 医疗系统处于暂停状态 大多数医生被派去做无休止的核酸测试 没有新的预约 没有手术 没有药物治疗 没有化疗 没有透析 救护车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达 即使救护车来了 你也拿不到离开小区的通行证 或者你弄不到有效的24个小时核酸测试 医疗系统的停摆 是人为造成的 到底有多大范围的损害 还看不清楚 上海是中国的医疗之都 拥有一流的资源 奉承前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来到这里寻求医疗帮助 然后徐晶晶就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名五岁孩子的爸爸 是一位病情稳重的癌症患者 他被告知 从昨天的核酸测试结果无效 只能在医院门外 等候新的核酸测试结果 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句是 妈妈 你能帮我看看我新的核酸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在他死去离开两个小时后 他的COVID测试结果出来了 是疑性 徐晶晶接着发推文说 一名是四天大的婴儿检测成养性 婴儿将被分开 并送往医院隔离 他的奶奶站在阳台上威胁说 如果他们带孩子 他就会跳楼 这发生在新闻发布会说 7岁以下的孩子 可以和检测成养性的父母 住在一起之后 在评论区有这样的留言 然后他就分享了这些留言的图片 然后就可以看到 第一条收到了21.1万个赞 第二条收到了13.6万个赞 还有第三条收到了11.7万个赞 徐晶晶的推文接着说 因此 尽管我的微信上充斥着 呼救生的和第一人称 讲述的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我在上海以外的朋友们 仍然知之甚少 微信新闻提要 就像脸书新闻提要 默认设置为仅限好友 我在上海其他地区的朋友 看到我关于上海局势的帖子 感到震惊 因为我们的新闻推送是如此孤立 这也是上海人感到被中国其他地区 抛弃的另一个原因 然后许基金的推文接着说 一份来自社交媒体的死者名单 人们正在收集最近因封城 而在上海去世的人的名字和故事 在众多人中 最近迫于公众压力 自杀的虹口区卫生中心主任 正如此悼念死者的名单 也有帮助活着人的名单 让我们帮助你 是一个由一群志愿者创建的 互助资源APP 它根据紧急程度排名 发布来自社区的呼救声 包括 然后再就分享了一个截图 并评论到 即下面的互助表截图中 婴儿需要尿布 妊娠晚息需要去医院 浓毒症急诊 尿毒症患者 检测症阳性需要去做透析 脑梗塞与高血压药物 奶刀堵塞紧急情况 徐基金的推文接着说 在私家车内 被封禁的密切接触者 一对老年夫妇 把一个没有自来水 和卫生间的自行车车棚 称为他们的家 自从这位爷爷的 新冠检测呈阳性后 他就被转移到了 中央隔离地点 让徐基金就分享了图片 而老奶奶作为密接者 目前正被社区封紧 在自行车棚内 视频显示 这位老奶奶准备用 她能拿到的所有容器收集水 以便与人隔离 一名孕妇 在过去的16天里 一直住在她的车里 因为她在检测呈阳性 而她所在的社区 不许她回来 她的丈夫被送往一家临时医院 但她被告知 她没有得到 去方舱隔离的名额 即使你在家中 没有被强制封禁 所有的社区功能 也已经陷入停顿 垃圾没有人清理 划分池也没有人清理 社区给居民的一封信 提醒人们 限制摄入和排除 就是少吃食物 来减少排便 这也让我想起了上海台 在最初的四天封锁期间 她建议人们将其视为 尝试清淡饮食 和间歇性进食的机会 许基金的推文接着说 任能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 是整个小区一起团购 所有这些都必须是 自我组织和自我策划的 一个创意社区决定 批量订购一名理发师 她从早到晚 为18个人理发 然后就可以看到 她分享的图片 临时医院的另一名理发师 显然在那里生意很红火 她似乎不想离开 因为外面所有的生意 都还在关闭 但一个记录 临时医院生活的博客指出 那些不想离开的人 然后她就分享了 这个截图 民工 没有永久住所的建筑工人 他们离开时 可能没有地方可去 因为所有地方都被关闭了 许多居民区 不欢迎那些 住在方舱医院的人回来 因此 人们正在学习 在家里种植 大葱和大蒜等新鲜蔬菜 这是中国人饮食中 必不可少的 由于大多数上海人 住在小的公寓里 阳台 如你幸运的话 是唯一能呼吸到 一点新鲜空气的地方 然后许晶晶就分享了这张 有人们在阳台上 种植蔬菜的图片 还看到许晶晶的推文写道 感谢朋友们的慷慨 为这篇文章贡献了 照片和小贴士 如果你在上海 欢迎你给我发任何消息 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有帮助 请随时与他人分享 谢谢你 一如既往的和我一起来 我明天会发一个新的贴子 看完了这些 我们今天的美国热搜日 不要结束了 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要是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也可以关注 同时要是你有哪些有趣的话题 想看微塞探索的话 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们分享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On Monday我们周一见 拜拜